第十七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进入倒计时 记者跟随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走访部分参展企业时发现 不少科技含量十足的企业项目成果已经颇为成熟了 他们希望在本届大会上与更多企业开展深入交流 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位于软件员三七的极微科技 是一家运用高科技为企业客户提供企业短信 企业语音 物联网等产品服务的公司 短信验证码 开办业务通知提醒 您曾经收到过的这些短信很有可能都是来自于极微科技的服务 企业负责人介绍说 他们的短信秒及发送量能达到4000条 到达率达99.9% 每年的618双十一狂欢节 他们都要为京东 苏宁易购等知名企业提供业务支撑 同时 公司自主研发的自助式企业通信服务平台 大象能力平台 可以为用户提供自助使用 充值 调用详情等 云通信服务 覆盖范围达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本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 他们希望能够跟企业客户开展更多的交流 从而更好的优化自身产品 为企业提供更细致的服务 这次的话我们最主要还是以我们的通讯产品 三大产品为主打 短信 语音 包括物联网这一块 然后结合我们对于这个就是横向的一个原展 就是我们企业电商服务 那我们期望是为更多的这个企业意识 就是走出国门 走向国际 第二的话呢 就是能够为更多的这个中小企业客户 去提供更优质的这个企业通信产品 以及企业采购服务 维拟科技是一家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 为大中型企业及行政事业单位 提供一体化智慧财税解决方案的服务提供商 公司打造的智能AI财税服务平台 通过前沿自然语言理解 计算机视觉识别技术等手段 可成功打通财税解决方案的学术研究 实践应用等环节 在短短几秒钟内 准确提取发票 合同 财务单据等材料中的数据 并进行分析运用 数据准确率达99.9%以上 公司负责人介绍 目前维尼科技已获得 包括央企 大型国企 政府部门等众多客户的使用与青睐 他们希望通过618的平台 让更多人了解厦门造财务机器人 目前能工智能的技术 和我们在财税里面的一些知识图谱和技术 已经可以替代掉中初级会计 从作战到报表到分析 基本上都可以做了 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在福建省 在来自于全国 通过618这样一个平台 能够树立更好的企业品牌形象 当然也有我们福建争光吧 本台记者报道